今年年初就有一个打招全球首当称号的综艺出来了,虽说噱头挺大,但节目化妆不化妖,一方面会展示明星经营体验的过程,一方面则会展示明星间的友谊和冲突,总之就是要有互动要有亮点。 节目播出后其实没什么太大水花,就连小宋家上的热搜也是个不痛不痒的内容,但寡用吸引了大家去看节目,然后发现小宋家可不止这一件事值得说,比如小宋家和小S吃饭,他就匡匡把里面的金枪鱼全吃了,都没说,要留几口给小S。 到了饭店,别人都在忙着,就看小宋家进进出出不干活还老指责别人,其他艺人都做着饭,就太头一个智障了,也不等大家,私下就一副老大姐身份压着其他人,而且正世上也没有一点穿书馆重的样子,没零钱找给客人,就送给客人一个比人家买的东西还要贵的礼物。 客人来了问两句商品的事,然后他就说能送给客人,因为客人没听清,给钱给赏了,他也不提醒,自己收错钱也不敢跟其他艺人说,怕让他赔钱。 总之小宋家以39岁高龄成功演绎出一个肯不讨喜的圈那道钱的形象,小宋家一出马,就被网友的死了个遍,但不管怎样节目话题有了,他的热度也上去了。 所以身为让天真起下的艺人,早已把被骂当成了一种享受。 热度起来了,比什么都重要,所以一个负面衬托一个,正面,都上了热搜,目的就达到了。 你们疑心愚乐正回塞了三个人进来,小宋家,春夏和欧阳娜娜,后面说不准春夏小妹的热搜,都已经安排上了。 不过热搜也不是光好处,也有个副作用,那就是小宋家过往的那些黑料,又被翻出来了。 按理说,一个走清一路线,有奖相半身又是时尚街派达人,不应该口碑,路人员那么差。 但小宋家确实是演技上被肯定,但私生活却经常被网友拿出来劈一劈,因为他当三二的经历太不厚道了。 07年小宋家参演了张力导演的《中国王室》,拍这部戏的时候,两人就已经住到一起了。 现场拍戏时,导演也很照顾他,仔细抠戏把关,还各种给他加戏,还把他的谈柳琴的特长加进去,就是为了突出他。 小宋家和张力在一起时,他第五位老婆刘备正怀着运。 婚姻遇见了差组者,刘备生下孩子后就选择了离婚。 单身后的张力更是自在了,经常被记者拍到他和小宋家一起出行的照片。 这种同框大石锤,就算两人再怎么说朋友,也没有人会相信了。 之后,两人也就算是默认怨情了。 然而,张力都是离过五次婚的人了,既然可以婚内出会,又怎么会被一个人刷住? 他和小宋家也没能走到最后,还是分手了。 但圈里没有永远的敌人,何况只是分手,所以,张力和小宋家之后,又合作了多回。 反正只要前到位,有点尴尬算。 得上啥,再说也可能没尴尬,只不过,大家替他们觉得尴尬。 当然了,人在江湖飘,哪能只有一件黑量呢? 小宋家之前也是半个火鸟滚圈的人,所以,他其实和当年的天号王妃一个心智哦。 他确实也挺爱和歌手谈对象的。 最近的一个就是因为合作路聊之玛丽而认识的。 黄少峰是火星电台的主唱,给电影唱过主题曲。 两人外出旅游还被记者拍到过。 不过,这个男友,却被他粉丝使尽的色,因为都觉得他太丑了,但郑主喜欢,那粉丝也干涉不了什么。 感情上管不了,发展道路上,小宋家的粉丝常常呼吁郑主赶快去拍戏,不要总是接综艺。 作为大满贯的时候,怎么能这么目光短显呢? 可现在小宋家签在了一心愚乐,真的是把拍戏放一边了,反而是凭生综艺,把人设这件事使劲营销。 为了凸显他大胆咧咧的性格,像美食节目时,他会说,自己平时都是冷水泡面,而这种新奇的吃法,并没有受到主持人的喜欢,而且网友们也不是很懒账。 大家纷纷疑惑,真要烂,还配什么凉水? 肝肯不是够硬账,所以,网友们宁愿看他卖个时尚人设,也不想看到什么不拘小鞋的女汉子人设。 因为这文艺弄不好,就会成汉子表,而他已经离得很近了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,依他又感觉这篇文不会留存太久,因为他家真的很爱沙文。 且看且珍惜最后小可爱们。 别忘了给姨太太点个好看。